每次读经啊,如果最后能够有这么深的感觉啊,觉得就很很很值得了,嗯,呃,自己上这一段历史啊,很像现在我们所出的情形,是一个转移时代的时候,以色列处在逝世,个人看为好的这个年代要转到君王时代,君王时代是神要建立他的国,神的目的啊,目标啊, 就是要建立他的国,所以从一个很低的情形,很乱的情形,到一个很有秩序的国度的情形,这个转换的时代,就出现这些重要的人物,这些人物不是一个故事而已,乃是像保罗所说的,这些以色列人身上所发生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解,那今天呢,不得不承认,的的确确是从今天这个时代,要过渡到下边的这个千年国度的时代, 这个过渡的时候了,即使在美国就脱离不了这种混乱的情形啊,世界上你还能找到哪一个地方是能躲避呢,的确整个要转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做什么呢,好像啊,这篇整个读下来啊,至少到达马尔记上,三十一章这么结束,感觉做什么还是其二, 乃是神所说的这个人的琐事是什么,这里边呢,就一直有一句话,一直有一句话想在这个耳边,就撒上十六章第七节啊, 所以耶和华对撒马尔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不要看外貌和身材,我不拣选他,因为要紧的不是人怎样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看内心,就看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扫罗我们上次说外貌,外貌包括他的,能健壮啊,俊美啊,无人能比啊,这是外貌,而且他也很能干呢,他也有神的,神赐给他的心,神赐给他的灵,冲击他,有能力,也有人跟从他,也能够战胜敌人, 亚米人啊,菲利士人啊,亚玛利人啊,他都打败过,甚至最后还是战司将场,这都是他所做的,外貌是相当好的,人是很能干的,在这一点上,大卫可以说,都是觉得,哎呀,神是不是不太公平啊,是不是特别就是偏爱大卫,大卫实在不是一个好东西,在人里边看,那这是杀父夺妻,这是什么呀, 而且大卫在这三十一章里边,也没做太多的事情,就是打死了一个戈利亚,然后就是做了什么事情啊,就是逃跑啊,基本上 那,神却不这么看呢,这个对我们是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主啊,你今天是看,我是一个什么人 那神,神看我的心是什么呢,扫罗为什么神不喜欢呢,这个就是见解了 扫罗,扫罗外面看是外貌很好,可是呢,他很明显的,他不听从神的话,他是凭肉体形式 想刚才弟兄弟兄的分享,按喜好的肉体,他联系,啊,压马利人的王雅甲 联系这些好的,羊啊,牛啊,肥obvi轩啊,这些 而且还有一个好的名 好的一个借口,我们自己拿到来献祭的呀 这些呢,就是不认识,不顺从神的话 这是神看我们的内心呢 外边都可以有很好的借口 干得很好的事 但内心却是违背神 却是抵抗神 甚至就刚才Michael说的 事实上是撒旦的原则 事实上是背叛神 那为什么一个人跟神 这差别多大呀 多渺小的人呢 为什么敢去对抗神呢 事实上这个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根的问题 是什么不与神同心 那是有自己的私心 扫罗是什么 不是为着神的果 那是为着自己的果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 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前仪 原来我们都是在撒旦的果下 我们生来就是堕落的人 堕落的根在那里边 但是神他拯救我们 到他的果里边 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啊 客观上是转了 但主观上呢 我们从扫罗这边 看见一个很大的这个见解 我们做一切的事情 我们祷告到主的面前呢 我们的都说啊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家庭啊 说实在的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奉献 嗯 否则我们可能 我们可能在外面做了很多 辛辛苦苦也是那个 但是我们见主的时候 主怎么看我们的心呢 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心 能够呈现在主的面前呢 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点上 需要有一个奉献 主啊 你是我唯一的追求 我可以没有做什么 但是我这个人 在你眼中 盼望是能蒙你的恩的 蒙恩的 那像扫罗他 他有这样的心呢 他后边就渐渐表现出来 表现出来 他最终世界上是杀人 杀大卫 耶和华的受告者 其实杀耶和华的祭司 那也是娇贵 这后果呢 是完全是撒旦的代表 是很可怜的 那大卫 那我们知道 那大卫就是完全 另一种情形了 我就不多讲那大卫的了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都不是绝对的人呢 那怎么办呢 刚才说一个奉献 奉献了以后 也会常常的软弱呀 所以这里边呢 有一个更实际的一个功课 就是要悔改认罪 大家可能没有太在这点 注意分享了 扫罗 他从不认罪 刚才 刚才一王也分享一些 这一点 他就是找一切的借口 他到死不认罪 扫罗 从来没有一次真心的认罪 大卫呢 他照样是犯错 照样是肉体软弱 但是大卫身上有一个点呢 他顺从神 他以神的心为心 最终他是预备材料 见到圣殿 这一点真的是感动了神 那他也不是不犯错 他那是一个真心认罪的人 你看一看 诗篇五十一篇呢 大家有时间可以读一读 诗篇五十一篇呢 他是一个 这么 他是杀父夺妻以后 写的那篇诗篇 从他的认罪 到最后诗篇怎么样 到了耶路撒冷 神的剑道 神的 到了西安 这高峰 你看他的认罪是什么 认罪就是 他的犯罪 他的认罪 加上耶和华的赦罪 就生出了所罗门的 所以弟兄姊妹啊 我们 我们不是不犯罪 我们不是不软弱 但是看见这个以后 我们常常学习 伏在神的面前 主啊 我错了 我不找借口 不找外边环境 不找人的 不找自己的 不找任何的借口 主啊 就是单纯的认罪 认罪的结果是什么 就生出所罗门的 真正的剑道者 我们就成了真正的建造者呀 所以感谢主啊 今天事实上 这些人物都在我们的里面 扫罗大卫 在我们的里面是并存的 那我们 我们今天呢 常常的是扫罗 在杀我们里面的大卫啊 常常大卫是在逃跑啊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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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学习 主啊 我愿意拣选大卫 阿们 看谢主 让我们啊 是真正成为 神心中 做王的人 今天 神所需要的 不是别的 就是与他同心 做王 来进到 新的 这千年国度的人 阿们 我想这个学期 我们弟兄姊妹 能坚持到这里的 还有一些 没有机会上来的 我想 都是主 我感觉 我里面几乎是有的确信 在这 在这个转移时代的时候 主所特别 呼召的人啊 不要看我们自己 那是看神的呼召 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 但是我们向主去认罪 我们再回到主的面前 生出 见到神的大卫 见到神圣天的 所罗门啊 感谢主 Amen 我们再来 谢谢大家